飄是離鄉別井去外地打工的內地用語 去北京的就叫北飄 將會去梅州教球的楊正光 就可以說是梅飄 從來未有香港教練 正式加盟中國球隊做教練 楊正光將會是港足第一人 今季原本擔任巨型班東方的主教練 楊正光有機會一場冠軍之味 但他仍然放棄在東方做主帥 決心不想做助教 開眼界之餘 更加希望到內地偷師 再振興香港足球 為何你回去教球 是否因為錢 當然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為何經常都說 大陸或國外的球隊 訓練上 投隊上永遠遠勝過香港等等 其實今次回去 都很希望觀察 或者了解多些 究竟他們的足球 或者與香港足球的差異 在哪裏 近年中港矛盾問題炒得火熱 兩地球圈亦都受波及 先由中國足協 曾經向國際足協 投訴香港球迷向國歌 後有收緊註冊 將香港球員當外援 這個時候北上又是否最佳時機呢 當然每個人都有政治立場 我自己都是我自己的政治立場 但我又不會把政治立場 放在我自己的事業上 所以大家好像之前 大家有很多中國矛盾的問題 對於我們來講 或者對我自己來講 絕對不會影響到我自己去教學 或者教球的情況 所以就算今次回去教球 我覺得大部份人都覺得是正面 都是支持的 在香港裏面 但更重要的是 香港仔始終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在梅州客家陣中 有三分一是外省球員 再加上幾名不懂普通話的外援 就算出得起錢 從格魯吉亞榜手球隊 請到荷蘭籍的利克特出任教頭 但都依然需要能夠講英文 普通話和廣東話的楊正光 香港人 今次又在內地和國際接軌的過程中 找到自己的角色 始終香港都是中英文為主 剛才我自己教球也是中英文為主 其實對於我工作上 不會太大困難 所以他們找我的原因 其中一個都是 知道我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他們才去找我 中甲球隊遍佈全國 球隊作客會遠至烏魯木齊 和呼和浩德 可能一個月才可以回香港 一次探望家人 楊正光就說 幸好得到家人的支持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中央手機APP大革新 即時推出多項新增功能 為掌握最快最準確即時資訊 讀者即時可以自訂 手機訊息推播功能 選擇自己喜愛新聞類別 做訊息推送 還可以簡說不同靜音模式 非常協心 功能創新簡單易用 立即下載東網手機APP 主要油 블� horse機 塗尾 比較不方便 即時 娃晋